而提到提升英语能力 厚礼的蹲子脚教会 今年就引进了国外英文教材 举办了双语夏令营 并以洞穴冒险为主题 不但讲场地布置得相当逼真 还搭配手机教材 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第一年举办就成功吸引了 140多位小朋友参加 受到广大回响 未来希望能够年年举办 身旁充满着实柱 志工带起矿工帽 孩子们宛如置身黑暗洞穴一般 这里其实是蹲子脚教会的礼拜堂 今年从国外引进英文教材 五个教会联合举办这场双语夏令营 共吸引140多位学生参加 透过互动体验 让孩子们轻松学英文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洞穴探险 将礼拜堂里面布置成一个黑暗的洞穴 让小朋友在洞穴里面可以找到光线 找到希望 找到勇气 找到爱 这套教材叫做Group Publishing 那他们就是想要帮助说 又告诉你怎么样在一个很简短的时间里面 把你的环境设计布置 像你跟墙壁上今天的主题就是洞穴 那他甚至给你一个DIY 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教材你可以做 我本来在学校英文讨得很差 可是到这里来我觉得英文变得更好玩 更有趣 因为这里它是让你带动唱 还有一些游戏和一些小语 让你更喜欢这里 孩子们上前选择单字 发想 肢体动作 凑成五步 来自纽约的两姐妹当起关注 透过音乐舞蹈让英文学习更活泼 而除了教室课程 五天的闯关中 孩子们每天都会得到一个卡通铁牌 再透过手机APP的实境获增 人物直接跳出荧幕与你互动 教材搭上科技趋势 让学习英文也能变得超好玩 每天都会发一个铁牌 然后用APP就可以扫描这个动物 很好玩 里面还有游戏 我们会教他们一些字在这个歌词里面 然后我们都会圈材一些字 然后说要找 然后会跟他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们都会注意听 然后他们都会很认真 蒙眼闯关考验小组的团队默契 孩子们玩得福意乐乎 透过游戏自然学习探索不同领域 并推广品德教育 希望打破孩子们对传统英文教学的刻板印象 更希望借此在台湾推广多元的教学教材 培养小朋友对语言学习的兴趣 记者李源轩 台中谈不老